朋友好啊 继续与大家分享新版的实帅实说 昨天的视频发完之后呢 有朋友在给留言 说对于这个本集的观点呢 大致认同 但是呢 觉得好像新美哥把这个彭德怀和张文天说的一无是处 这个呢 我相信这是位新朋友 一个呢 是没有在一一两年前看过老板的实帅实说 第二个呢 也没有 看过 新美哥最近这一年多说的国史 新朋友嘛 这可以理解 其实呢 你的理解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那个 新美哥呢 现在讲的是 是实帅实说 讲到了 彭德怀 那么 讲到彭德怀哪一段呢 讲到了彭德怀 庐山落马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一段啊 我们主要讲的是什么 主要讲的彭德怀庐山落马的 当时和历史的背景 以及原因 所以呢 我们就不可能在这样的章节里面啊 去像正史一样 官方正史一样去讲彭德怀历史上伟大的功绩 哈哈 啊 然后呢 不就跟官方正史一样了吗 就是 功高盖世的彭大将军啊 彭德怀元帅 然后 含冤受辱 是不是啊 在庐山上被打倒 那我们这个 小民道说着也就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啊 我们说的是正史之外的 彭德怀庐山落马的 深刻的历史 个人的原因 那么当然我们就要说一些个什么呢 正史上 官方正史上没有对全国人民表达过的 呵呵 彭德怀呢 无论是个性啊 思想啊 以及他的政治操守啊 等等等等各方面的东西 那些个缺点不足 那些个自己历史上啊曾经留下过的 甚至可以说成是污点的东西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在庐山会议上 群其而公之 否则怎么解释 庐山会议之后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啊 这个千八百元的 这个中央经约扩大会议上 对彭德怀的千夫所指 否则你怎么解释 王大斌之初 彭德怀被这个王大斌 韩月经他们从这个 程度啊 按照周恩来的意思 就是死老虎 拿回来斗一斗 以保一些当权派啊 到北京之后啊 受的那些个 这个这个这个 打击 甚至是虐待 所以呢 我们这个章节呢 讲的更多的是有别于或者说和官方正式接人相反的那一部分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可能 结合着官方正式上的那些个彭德怀和我们说的彭德怀共同组成一个 真实的 真实的 丰满的 啊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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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全面的 客观的历史上的彭德怀的形象 否则的话呢 就难免要有失偏颇 但是呢 我们说的这个因为是彭德怀说彭德怀落马啊 落马的这些原因的时候 我们不否认彭德怀伟大的历史攻击 但这不是这个章节要说的东西 彭德怀的历史攻击 我在这之前的说彭德怀的这个资历 彭德怀的这个建军的贡献 彭德怀的这个战绩啊 这些 我们都该说我们都说到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 那是像这个朋友理解的 说我们彻底的否定了彭德怀 那不是的 彭德怀作为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作为一个民族英雄 同时又是一个抵御外辱的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民族英雄 彭德怀呢 在历史上啊 他的这个地位早已经确立了 应该说不是谁想推翻就能推翻的 那么呢 关于彭德怀啊 我向这位朋友和有这样误解的朋友们 做一下这样的解释 那就像张文天一样 张文天也一样 张文天我们昨天说的这些东西是张文天在庐山会议前后 他之所以在庐山会议上 啊 挺身而出啊 正式上说是挺身而出 然后和这个彭德怀一文一武 文这个这个乡的一丈 是不是啊 啊 然后呢就向着应该说就是向着 这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地方日常工作的这些一线领导人 发起了战书啊 和挑战 就是这样子 这确实是 那么呢 我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张文天为什么 在庐山上跟彭德怀一唱一鹤 开始一起唱这台戏 我们说到了张文天这个人历史上的一些缺点不足 和他包括性格上的各方面的东西 那么他的一些个短板 但是这不一定就把张文天这个人都给否定了 其实我们昨天说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张文天这个人历史的贡献 张文天别人别的不说 他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怎么样写文章骂毛去 这都这这这都历史上都有仗的 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张文天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那几大贡献 别的不说 第一 尊义会议 张文天要没有丹家上的阴谋 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跟这个王家祥之间的这种默契 最后了这个 丹家上的阴谋 站到了毛主席这边来 尊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开了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的 在这一点上 张文天当时是投下了非常决定性的一票 尊义会议上张文天的历史作用可能仅次于周恩来 这个是绝对不能抹杀的 这个东西一件事可能就人就可能是一辈子 这就是最大的资本啊 在这一点毛主席从来不忘张文天这个历史攻击 如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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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义会议这个历史攻击 像王大命之初的时候 668一份上天安门的时候 还现这都张文天来了 现把张文天叫到自己身边了 是不是 这都是毛主席对于张文天历史贡献的一份肯定 啊 尊义会议张文天这个功不可没历史性的攻击 还有进军东北之初的时候 张文天坚定的和高岗站在一起 刚到东北的参观了一开始的说 这个毛主席在重庆团办的时候 刘耀奇安排东北成立东北局 然后刘耀奇那时候卖私货 让自己的小兄弟彭真去做东北局的书记 刘耀奇在北方局工作的时候 他有左往右臂两个人 一个是彭真 一个是林峰 那么刘耀奇组建东北局的时候 派出的人你看他派谁 彭真做东北局的书记 然后让林峰做彭真的副手 辅佐彭真 这私货卖的再明显不过了 后来毛主席回到燕影以后 毛主席感觉到这样的配置是不合理的 但是呢 林峰奇没什么错 整风还有功 七大胜了一招开 刚刚开完 他说人家进了书记处了 党内二把手 你也不能把人都推翻了 是不是啊 拿这么搞政治 拿这么当老大的 所以毛主席当时呢 就点了两人家 一个是高岗 一个是张文天 其实在这之前中央 有组建东北局的动议的时候 高岗是第一个举手的要去东北的 你要知道高岗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啊 西北局书记 那可以说是中共那时候 绝对是位高权重的重臣 西北局书记啊 所以这个高岗那个时候就举手要去 刘尔祺没让他去 因为刘尔祺要让自己小兄弟去 就没同意高岗去 但是后来毛主席回来之后 觉得不行 让点将让高岗和张文天一起去东北 高岗使人 那慷慨慨慨慨慨这个接接棒啊 可以说啊 毛主席点往江文一定得去 其实他知道那东北局书记有了 他去他西北局书记和东北局书记 应该说这这属于平级啊 他知道他去东北的话 他一定是第一旧嘛 但是人家高岗为了事业 知道东北对中国革命更大的意义 人家当年慷慨请 你没同意 现在点我这样 那我没问题 凯然复任 毛主席当初跟这个高岗和张文天说 你们俩一文一武到东北去 去帮帮彭真 就这么交代的任务 你们到那去以后 你们又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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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根据地 那意思彭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彭真白去党 他哪有这种彭真 说一文一武 你们俩去帮帮彭真 张文天当时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高岗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两人到了东北之后 两个人是什么 东北局的委员 嗯 然后北满分局 当时成了北满分局 北满分局的书记还是陈云 高岗还有陈云做副手 做北满分局的委员 只是做了北满军区的司令 张文天那是北满分局的这个委员 也是 后来河江省委书记 但是高岗和张文天两人到了沈阳 见到了彭真之后就吵了一架 为什么 他们发现彭真他们的思路是错的 彭真和林峰 他们要 做大尝试 不想走 高岗和张文天两个人在这一点上 一文一武 那绝对是唱了一出好戏 兜胆之沉 在会上就吵起来的 然后事后呢 两个人包括陈云一起 打报告以北满分局的名义 给中央和东北局打报告 力主建立根据地 贯彻毛主席的 关于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 那个电报那个精神 在这点上张文天和高岗他们一样 对于东北根据地的这个建设 对于林彪出任 东北局书记成为东北王 最后有了东北解放战争 最后的胜利 那是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的 所以东北解放战争之初的时候 张文天贡献不菲 当然了 这也我们同时也不能 也不能 我们也不能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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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为尊者会说张文天有历史功绩了 然后张文天什么都好 那你马主席为什么说他瞎高空歇斯 我还是那句话 马主席看谁看走眼 你比如说私自 那你说张文天在东北的说 既坚持正确路线了 是不是啊 做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是他在有些东西上 他也确实让人诟病 做河江省委书记 河江省委当时设在了加募斯 从哈尔滨去加募斯 一列火车送他们这一拨人去 那张文天什么的 就连在哈尔滨工作 工作的时候 用那个沙发 他都得要搬到火车上去 那你不符合条例 也不符合规定 那下面人就不让张文天 就是那我河江省委书记 我他妈东北 东北局委员 我是什么干嘛 我就要把沙发弄到他妈的 加募斯去 最后他妈的 这个在车站江上了 最后捅到雷亚楼那去 雷亚楼管谁 雷亚楼管你张文天不张文天呢 雷亚楼过去的时候 看的情况 告诉我搬 我搬下去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所以你在一些 就这些个问题上 张文天一辈子 他确实是 这个这个 留下了不少让人诟病的东西 所以人呢 都得一番外二 所以七美哥 昨天也好 前天也好 说的这些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说的是 彭华华庐山落马的问题 我们要说一些官方证实之外 彭华 张州 他们的 这个 为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庐山落马 你用习近平现在的话说 叫说俄乌战争的话 用习近平的话 这他有他们各自每个人的历史经纬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对 但是呢 我们在这样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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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实际上说这样的 这个人物的这样的这个 这个算是什么 算是文史作品里 我们就不可能跟每个人写传记的时候 把每个人都写的那么全面 是不是啊 所以今天呢 这没有时间了 我就借用今天这一小节 结合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表达一下 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对于双方的交流 都是很有意义的 谢谢你们的留言 也谢谢你们的思考 我们这个小频道就需要这样的朋友 然后呢 我们在不断的切磋和研究中 把我们的小频道呢 做得更丰富 更有价值 好 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